第一社福的心智障礙者们 开心的手舞主导完成活力的舞台演出 在第一社福机构 他们每天运动最少有30分钟到60分钟 在专业的治疗师从旁协助规划下 量身设计的运动不仅是延缓他们老化 也带给照顾者更多喘息时间 维持被照顾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我们第一基金会在服务心智障礙成人 也已经将近45年了 其实我们在第一间第一儿童话语开办的时候 就有12岁十几岁的年轻人进来 我们有人是从小朋友开始服务 接受我们在第一儿童话语 到现在是在外卖中心 在这样子的每天的服务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每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在每个阶段的变化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 他们在每个人的生涯阶段当中 他们会通到不同的人通到不同的服务 然后他们的家庭也跟着我们的家庭阶段一样 一直不停的在变化 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个别化的服务 有他们不一样的支持 那在第一基金会开办到现在四十五年之后 其实有很大一群的心智障碍成人开始面临老化的立体 那我们大家对于老化的想象就是很开心化 然后或者是反应变差 容易弄到疯了 那对我们这一群心智障的朋友来讲 其实更明显 因为他们的老化速度其实是比一般人提早二十年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四十五 我们是六十五岁开始老化 他们是四十五岁就开始老化了 那唐市政的朋友呢 更是从三十五岁之后就开始会有一些老化的状况 所以基金会致力于呢设计各种活动 包括提示能的活动或者是休闲的活动 多感官的活动 希望可以藉由日常的训练跟支持 延换他们老化的速度 我们心智障碍者的健康议题跟安全的议题 一直是爸爸妈妈挂在心里头的欣赏的重担 所以我们的孩子好 其实爸妈就可以卸下他们心里头最大的负担 他们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 我们将这样的一个健康议题提出来 也希望各界都可以重视到心智障碍者老化的议题跟健康的议题 我们在社区融合跟参与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友善的支持 让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们可以 无论在中心或者是在社区都有更好的生活 代言大使宋云化也与心智障碍者们拍摄延欢老化计划影片 并和便利商店企业共同呼吁响应零钱捐 一起祝憨儿维持健康 我们在拍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像大家看到的 我是真的跟他们参与了一整天他们的日常生活 然后我其实刚刚在台下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感触非常的多 因为其实就像影片里面讲的 各位服务者其实他们的老化的时间会比常人来提早20年 那我自己家里也有长辈们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可以理解 其实简单的一些肌力训练 一些平衡的训练 或是一些增加肌肉量的这些小小的一些活动 甚至是运动等等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幅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品质 以及可以减少他们受伤的程度 所以我刚刚一路听大家这样分享 然后一路来的时候也跟我的运动伙伴们聊了很多天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在第一社服 其实真的收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照顾 然后我在这里也非常非常感谢第一社服的所有老师们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伟大 然后也谢谢你们给他们这么多的爱 其实我觉得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拍这影片的时候 我光走这一去我就可以感受到了 所以先谢谢你们 对 然后 对最近其实蛮多事情发生的 但我觉得像我身上的这件T恤一样 爱是第一 我一直都很相信 善跟爱 就算每一个人力量都是好像很有限的 但是集结在一起其实大家都很有无限的力量 所以也很呼吁 就是各位朋友们 就是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也像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这简单的一些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这些活动啊 运动 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些训练真的都是非常有帮助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作息啊 也大幅的让他们的家人照顾者其实减少他们很多的压力 嗯 然后你们今天有开心吗 有啊 欸你们跳舞跳超棒的 给自己一个订阅帐好不好 这边来讲什么安心 社福基金会的执行长 还有所有的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安心大师 吼云化 我们其实我回想 我在海南府这几年来 其实每一年都还是有陆续的跟我们的第一基金来合作 那之前有合作过很多次数 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可以再透过我们海南府这个全省这1600家的店铺 我们来号召全民 一块也不嫌少 百元也不嫌多 我们希望可以号召全民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然后到海南府来投下 哪怕是只有一元的零钱捐 也预示我们这一次可以成功 谢谢 随着老年化社会 积少症问题也备受重视 而心智障碍者老化速度提早长人20年 因此要维持他们的日常作息自理能力 运动就变得更为重要 莫款活动盼能有经费购买健身器材 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服务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